比特币出现一个短暂的一个反抽啊 那么这一波的反抽啊 是否已经形成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反弹 还会不会继续向下跌是吧 大家一直是关心这个问题啊 大家不必去担心啊 他还会下来啊 目前只是一个短暂性的反抽啊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行情啊 日线级别的话 他是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啊 包音的一个情况 阳包音的一个情况 目前的话已经出现一个反抽啊 到一个两天之前的一个高度啊 20300美金附近啊 那么现在的一个行情的话 仍就是在一个跌破这个曲线 一个下跌的一个行情当中啊 并不是说他这一步反弹 他就已经奠定了 一个反弹的一个基础啊 其实并没有啊 没有进行一个完整的一个突破的啊 那目前他上方的一个主力是来到一个 20800美金这一代水平啊 那么这个下降通道 仍就是存在的啊 这个日线级别一个下降通道啊 说你不要以为他在这个位置啊 反抽了 你就认为他能够很强是吧 啊这一片的区域啊 接触这个蓝色的线 仍就是可以去做空的啊 下方的话 指引的位置是在啊 之前的一个新低这一代啊 1750这一代水平啊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反弹之后啊 可能会快速进行回踩啊 回踩 大家去关注下方的一个位置啊 我把它画出来啊 这片啊 这片区域大家去关注的一个区域 那么之前这一波的一个反超 我们用维波纳器去测量一下 他之前的一个 啊是吧 之前的一个反超啊 反超 那么他现在的话 他是来到了之前的一个 0.0.618附近啊 是吧 之前反弹的一个位置 想要反弹继续反弹上去 但目前他已经跌破了 仍就是没有去反弹到0.618以上的 所以接下来的一个思路的话 仍就是一个没有突破这个0.618 这个压压力位的话 依旧是继续去看空的啊 没有太大一个悬念啊 依旧是看空 嗯 注意了 小心他一下子去跌破 但是目前的话 有一步反超是小级别的一个反超啊 这个反超力度看起来不是很大 我们来测量一下他的一个反超的一个力度啊 力度看起来的话 一般啊一般 反超力度一般啊 那么上方的阻力是在这个 20,800美金这一代啊 上到上方的位置 继续可以去考虑一个空头啊 没有太大问题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太坊的情况啊 以太坊的话也是出现了一个反超啊反超 从这个 1420美金的位置逐渐是进行反超 但是他这个一个 通道的话是还在一个通道当中啊 还在这样的一个通道当中 大家去修了一下啊 他还在一个 典型的一个下降的通道当中啊 是吧 这日线级别的一个下降通道非常明显啊 可能就是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啊 很明显的一个下跌趋势啊是吧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一个日线级别的一个下降通道里面啊 那既然他在一个下降通道里面 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一个反弹做空的一个思路啊 现在的话 他现在上方的一个阻力其实来到这个1600这一带啊1600美金这一带 那么上到上方的位置依旧是可以就是上方进行一个空投的一个选择了 他发下方的支撑是来到了1200美金到一个1300美金这一带的水平啊 我来看一下他的一个主力啊 支撑是在这个1280美金这个位置 说能因为的话 他过两天的话依旧是要去测试上方的位置 目前的话他已经只是正一下而已啊 包括以为他反弹了啊注意了 只要他突破这个1600以上啊才有可能进行反超啊 这是1700多美金的位置才有可能进行 一个阶段性的反超你看这个肩部是很明显的目前的话是吧 上方的这两片的一个肩部是吧 是很明显的一个下跌的趋势啊 如果你在这位置继续去做多的话那大可不必啊大可不必 考虑一下还是以一个空投为主啊日线级别你看下方的位置穿零轴啊依旧是要向下跌 而且思想的级别的话虽然在这一波的话 虽然这个位置出现一个反超你看 反超力度看起来是很强啊 但是其实是一个 啊 要萎靡的一个情况啊 就是一个 就好像真榜色的一个蚂蚁一样啊 要人宰割啊 就是他挣扎一下而已嘛是吧 多空思路都看得还非常明确现在的一个行情 你要去操作也没有太多办法是吧 你要去亏损的话 我也不强求啊 但是的话目前依旧是一个空投行情啊 只要他没突破1600以上啊 依旧是保持一个空投的一个思路啊 好我们今天的一个分享啊 主要是先说到这里 大家每点关注点关注点的关注的话可以去点击评论区下方去关注狼眼的一个电报群 或者是关注狼眼先啊 每天都可以去收听到狼眼的最新的一个资讯了是吧 好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YK